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記得在Touch Taiwan 2021 友達以曲面顯示器搭配六軸動態 駕駛座椅 打造出賽車模擬裝置 及擬針的效果 讓人驚豔 但Touch Taiwan 2022 這次展出的更讓人讚嘆 友達打造 沉浸式球型飛行模擬艙 利用先進的LED技術 以極小間距 搭配球型拼接 結合影像處理技術 打造球型模擬艙 以更大曲率 設計出直徑 3公尺的 球型顯示器 顯示器以P1.25的LED建構 解析度高達4K 畫面細緻度極高 加上包覆人眼 所有視角的畫面 更貼近真實飛行體驗 並搭配 精密六軸動態的史都華平台 戰鬥機座椅 結合極致擬針模擬畫面 提供沉浸式遊戲體驗 飛行艙中 結合了嶄新的訓練模式 不只 可以用於 模擬訓練 還可運用於 遊樂產業 賽車模擬設施 亦可應用於 陸海空 駕駛 飛行員 救護車 駕駛等 特殊訓練 畫面上所看到的 飛行模擬軟體 是使用 X-PLANE11 飛行模擬軟體 作為遊戲主題 所以也可以搭配 微軟飛行模擬軟體 只是覺得 客機的模擬軟體 但是 座椅卻是戰鬥機的 動態座椅 看起來就覺得有一點點 不搭配 怪怪的 但是 後面在試玩的時候 內部的飛機就是戰鬥機 這樣搭配座椅就是一致的 所以飛行的動作 都做得很大 也飛到了101 上空做了一個大轉彎 我以後 的遊戲也會使用兩個模擬軟體的其中之一來遊玩 並加入影片提供給大家分享 敬請期待 如果你家夠大 也許可以買一顆 安裝在你家 當家庭劇院 即玩 GTA5 或其他飛行模擬遊戲使用 也是不錯的選擇 我這一局 多謝了 我來賠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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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